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位置是广西防尘港 今天这个视频带大家来转家 防尘港最火爆的商业中心 也是人气最旺的地方 我现在在商业中心的 正门口 先给大家环耀一周 看看 人山人海像下角枝一样 这边也是车水马龙的川流布区 对面是 国阵酒店 这个商城他是由 苏州汪云集团投资开发的 上地面积的是52亩 建筑面积是 20万平方米 商业面积的达到 10万平方米 这里集合了万达影城 麦当劳以及 屈城市 必胜客等等 还有沃尔马超市 看看前面在干什么 围着这么多的人 像麻一样 哦 这也太多人了吧 小朋友在跳舞啊 从门口进去 家乐广场 它是值观影 吃喝玩乐的一个购物公园 要少健康码的人进去 待会再给大家拍 前面是华为手机体验店 还有小米手机体验店 现在国产手机都那么火爆了吗 还要排队的 人家 苹果才刚刚出 就是说有很多人排队 要小米 和华为店都有这么多人来排队的 难道是抢手机还是怎么样的呢 这么多人在这里 这里是第一层 这一层主要是以 饮食为主 小吃 奶茶 我们先逛完户外的 然后再进去 商城的内部吧 它这边有 露天的 还有封闭的 露天的主要是 吃喝玩乐 然后封闭的起来的地方 商城内呢 就是一些卖衣服的地方 这边呢 主要是一些低端的 哇 这里的人气还可以 又看到了密血冰城 然后从这里一直 这里叫做天街 加勒天街 有梦就刮大奖 有人试过吗 好多的小朋友 鞋子 因为它一层里面好大 它分为前面部分和后面部分 前面部分主要是 封闭来的 也就是有屋顶的 后面部分呢 就是露天的 这里就好多人打牌 喝奶茶 潮流前线 公元3000 话说几个月要冒出一家 不知名的奶茶店 奶茶店一般生命期都是 两年吧 两年了又重新换一个牌子 过来 还有车呢 什么车 混合 动力的车 10万级 穷电器 哦 它是有分1234567的 7管6管 是这样分的 有点像 海南的免税店呢 但是海南免税店好像是用 那个 双鱼座啊 这些来分的吧 振兴鸡排 烧鲜草 哇 来到广西 最多的就是奶茶店了 发觉广西人特别喜欢喝奶茶 互相去别的省份 很多地方的奶茶店呢 几乎不是 要么打包 要么就是没什么人做 广西呢 这里反而不同啊 基本上都是坐在外面呢 拿一副骨特牌 这些打牌的 然后旁边是麦当劳 我们走去八号馆吧 或者直接上二楼 哇 这里怎么弄成像有点像日本的 步行街一样呢 上屋顶上面是雨伞 二楼很多的商家都 倒闭来是干什么 装修进行中 不应该啊 周围的商家都这么旺 怎么这么有这么多的关闭当中呢 装修进行当中 臭豆腐 自选餐厅 海底捞 几乎每个大型的商业中心都会有海底捞吧 从这个 角度看一下 是不是 人山人海的 这也太旺了 不知道这里的 租金是多少呢 哦 这个楼梯是 玻璃的 在商城后面就是 住宅楼了 哇 这里如果谁买到这里的房子应该会有深知的空间 然后四层是 女性养护中心 还有海底捞以及 一些培训的中心 就给大家 环绕一周看看吧 就不上去了 我们现在接着进去 室内 情侣应该会喜欢这个标志吧 看到前面呢 还有一个滑滑梯 从顶 从 四楼 滑到二楼 下面后面的都是主要是吃喝的地方 牢有粉 10块钱一份 白粥5块钱一碗 好Q萌的公仔 大嘴猴 这一层是 儿童乐园 都是卖品牌的衣服啊 79块钱一件QQ 原位野子鸡 四楼主要是主打餐厅啊 刷羊肉还有大排档都是一些 高档一点的 餐厅 一楼呢就主打年轻人的 四楼主打一些是 成熟人的 还有韩国的火锅 广西美女多 随处可见 这边是 自助餐厅 吃火锅 现在天气太热 吃火锅好吗 韩上馆自助餐厅 六十五十二块钱 晚上自助餐厅 这边也有一个是儿童乐园 电子城 看看小朋友玩什么儿童的游戏 哇 现在小朋友真幸福 不像以前我们的 哪里有这么多的娱乐设施给你玩呢 开车 头温自低 这里还有一个 VR主题乐园 苏宁预购也有 这里面有 除了苏宁预购还有沃尔嘛 他单层的面积应该有广州的正家广场这么大吧 但是广州正家广场好像有九层还是十层吧 他这里就没有那么高 单层的话就有正家广场那么多 省钱呢金卡9.0折银卡9.5折 哇 卖金银首饰的果然不一般金币辉煌啊 烘烂啊 有钱是不是 都是满腾满腾铜 黄金 现在黄金多少钱一克呢 六福珠宝 300多吧还是400呢 在这边还有卖 电动车的呢 这么多的电动车 口口手机店 在广西 卖开一家电动车修理店或者专卖店 绝对是不会亏本的 是吧 从这里下去就是沃尔玛了 上官 谢谢公主 我们下午 里面也下回现了